陳山聰 劉詠璇 林子善 劉沛月 陳展鵬等主演的台戲劇《超能試者》 播出一星期觀眾反映熱烈 劇情既搞笑 又溫馨 加上飛鑫打鬥場面 配合CG特技 顯示出能人所不能的創新情節 那天 劇中演員齊澤和觀眾見面造勢 還大玩蒙眼摸屁屁和跨欄遊戲 對一扮伸手敏捷的演員來說毫無難度 Tiffany還摸進幾位男演員的body 現幅無邊 以為人父的山聰和紫善 在戲外經常交流湊子女經 紫善還說和娘女一起欣賞劇集時 她被劇情感動到眼濕濕 女兒立刻安慰她 基本上由第一集是真的隔著來哭 所以有很多感動的位置 也感謝很多觀眾的支持 我們也聽了很多反應 大家都說 想不到以為你們是一套只是搞笑 誰知道原來不是搞笑那麼簡單 有一個說話說 我在Live那裡哭到悲哭到 他那句說話就是說 他跟兒子講 高佬跟兒子講 就算我們的生活多艱難都要生活下去 其實這些大家都有幾甚麼 但其實有時你回歸其實我們 尤其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生活 有很多人都是很辛苦的 但我們都要生存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超能使者 只要你生活幫助別人 和正能量地生存下去 你就是一個超能使者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為了生活而牢碌 而拼命 就算我們私底下 現在我們在拍劇也好 或者我們在工作 其實我們和大家都一樣 都在拼搏 但我們希望帶給大家多些正能量 就像我教勇在執毛巾的時候說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善人 Tiffany同樣被劇中小朋友戲觸動 看回自己博到盡的性感演出時 亦令她不禁抑起 當時為角色減肥的辛酸 我記得那段時間 我真的很想 你知道有時拍得很棒 很想有時吃甜的東西 吃巧克力 雪糕 但當時我每次進去服裝間 我看到那些衣服 我會覺得不懂 我也是不懂 有時連水也不敢多喝兩口 因為你知道有時喝水會很脹 所以我記得那段時間 是有點難的 忍口 但我覺得現在出來的成果 我是很滿意 你會不會有些人忍不住哭的 會 尤其是第一集、二集 我們的晴晴 她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我們兩位小朋友 兩個故事都很感人 我覺得每一集 可能一開始是笑的 很開心的 然後突然間有一些很傷心的事 令到我的情緒又上又落 但我覺得看得很豐富 而且整件事是很完美的 阿滿入行後多次跟展鵬合作 這次這對CP 帶給觀眾意想不到的驚喜 他們都很滿意表現 你覺得友誼有所昇華 因為由他選港姐開始到現在 終於有一部電影 跟他比較多 而且有些對手戲 不是做那些妹妹 就是常常暗戀我那些 這次是我暗戀你 其實本身城寨一開始跟展鵬拍的時候 就真的剛剛入行很小 然後之後就… 其實我港姐一份已經覺得有緣分 因為我是特地在港姐的時候 講一些台詞 即那些線線的時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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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會跟喬天生 因為那時是波恩巨倫 我沒有想過會跟喬天生去拍劇 很多人都說 賺點牌的角色 有些市井風格 但又很有新鮮感 很有新鮮感 他做搞笑真的沒得頂 其實我等了這個顏色很久 不過可能經常做一些比較正經 很帥 是… 即是四平八穩 有眼鏡那種感覺 Amun日前自揭凌晨緊急入院 現在已經康復了 粉絲們可以放心 甚麼事進醫院 搞得這麼大 你發燒… 我也是洩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我不是洩貨 洩一些困狀 洩一些困狀 那是辛苦的 不過… 最重要是爸爸媽媽在身邊 爸爸媽媽在身邊 甚麼都沒事 但是他們由以前 第一次… 我很記得他們這次的反應 就是… 沒有,凌晨起床 起床 之後就拿車 媽媽就很冷靜 以前第一次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 不… 但是到了今年三十多歲 女兒還是這樣的時候 沒有,很輕鬆 你說得好像要去山 對… 你是不是預備去山 去收拾東西 你說得很輕鬆 第二胎 就這樣而已 可以了